总经理 董事长让你去相亲 相亲 现在这女孩 卡的是你的钱 而不是你的人呢 那你就低调点了 别说你们家有弄不到的产业 也对 你把你车给我 我车里摊上 我拿破车你开它干什么 现在相亲不能太豪舍 太招摇了 何况现在这女孩都那么喜欢钱 是吧 开个破车去 才能卡上来的是不是奔心 你呀 还是那样 走 像我这样聪明的人 早就告别了单纯 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去换一身伤痕 外面是不是挺冷的呀 是挺冷 我开车过来的 那你开的什么车呀 也不是这么好车 方前微迟 微迟 那你在哪上班啊 我在黑家专门上班啊 那你一年工资多少钱 一年工资 加上年终奖的话 五六万块钱吧 一年五六万 那你先坐着啊 我去他洗手间 又是个白姐女啊 喂 刘富 不过我介绍的真是个傻子啊 一年才五六万块钱 都不够我买两个包的 这以后结婚了能养的是我和孩子吗 什么 五六万块钱 我告诉你 他爹可是黑家纯美董事长 人家可是富二代 我告诉你就是人家的钱 有毒室 你还嫌弃点一球 哎我吗 哎哎你别走啊 你要有什么事吗 哎呀 我不就跟你开玩笑呢吗 我就去趟洗手间 你家点那么后你咋不说呢 这要是误会了多不好呀 我告诉你 我家点后是因为我父亲年轻的时候 遇到了我母亲 一个愿意陪我父亲白手起家的 你以为你很迷人吗 活得我感觉你 廉价又百搭呢 在人间有谁活着 不像是一场烈狱 我不哭 我已经没有尊严能放弃 当某天那些梦啊 你死在人海里面 难过